《人民日报》在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的社论中声称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体现在它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并称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最强大的武器 有些学者也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对抗战胜利的一大贡献 那么究竟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它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新浩年先生将为我们揭穿这个历史的谎言 直到今天为止 在美国的学府里面 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汉学家们 他们还在高唱着 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中国的抗日反发西斯战争还是很有贡献的 我想告诉大家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大的误会 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它怎么来的 我简单的呼说一下它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 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 进行武装暴动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 到了1934年的夏天 当斯大林感觉到西边的德国发西斯 东边的日本发西斯 已经形成他东西两边的威胁的时候 他发现他不能再继续进行这个颠覆他国 颠覆中华民国的政策了 他要改变他的策略了 于是他传递信息给法国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多列士 1934年5月23号 有多列士写了一篇文章 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法国共产党 在苏联的真理报发表 这篇文章指出了 我们必须团结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各党派人士 共同团结起来反对德国发西斯的崛起 我们中国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史学家 向清先生评价说 这是第三共产国际整个转向统一战线的一个开端 一个信号 1934年的6月14号 苏共驻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蔓逸路斯基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 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民群众 走向社会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1935年的7月1号 共产国际七大政要召开 他筹委会建立 他的主要负责人基米托洛夫给筹委会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说 不要装模作样的说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关键的问题是 共产党怎样在统一战线中掌握实际的领导权 1935年的7月6号 共产国际的执委皮克 在共产国际的开幕式上做报告的时候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问题时 皮克这样说道 要在反对日本帝国及其折扣 国民党讲解时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要把苏维埃发展到全中国 为此 第三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 定立了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就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交给中国共产党 对啊 不是共产党自己的 所以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 才在1935年的8月1号 共产国际七大开会的过程当中 经过斯大林批示同意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 发表了八一宣言 在1931年918日本帝国侵照五国东山省 整整四年之后 共产党终于喊出了一声抗日的口号 它的口号里面还是这两句话 我们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的进攻 坚决保卫苏联 同时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折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这样来的 八一宣言 白子黑字 所有朋友都可以去查阅 1935年的11月 当这份要求中国共产党扛起抗日的旗帝的通知 终于由他的代表林玉英带到中国 并且在瓦牙堡上交给毛泽东的时候 毛泽东先生拿着这份共产国际的指示令 做了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 发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不是向日本帝国进攻的需要 在他的决定下 决定了一条政策 我们要把斯大林统治 为我们所决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变成反蒋抗日的战线 当这个消息被斯大林知道以后 当东西方的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 越来越先祝的时候 斯大林终于给中共中央下了一条死命令 不是反蒋抗日 而是连蒋抗日 要支持蒋介石委员长 要支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并在他的领导下 团结抗日 这才是真正的武装保卫苏联 共产党没办法了 可是共产党就在这个阶段里面 在反蒋抗日的这个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期里面 这个阴谋里面 他们联合到了 在他们的眼光里面被认为 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张学良 策动了西安四边 并且想杀掉蒋介石 当这个消息被斯大林知道以后 斯大林亲自移了电稿 通过电报命令中国共产党 最不允许杀蒋 斯大林在电报里说 杀掉了蒋介石 中国将群龙无首 日本帝国将会灭亡中国 苏联的危机在结 你们任何一个人 有谁能像蒋介石的一样 团结中国人心来共同抗日吗 没有 只有蒋介石才能做到 我看到这句话 我真感谢斯大林 可是我心里的难过 也是难以严肃的 我们中国的一个领袖 他的那条老命 长在一个外国的 红色法西斯领袖的手里 他要他死 他就要死 他要他亡 他就要亡 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 所谓的抗认民族统一 战线的这个前提下 在斯大林为他所制定的 这个从阴谋到阳谋的 磨裂当中 在毛泽东的手里面 在全面看上 终于全面爆发之后 毛泽东把抗认民族统一战线 对外人叫 抗认民族统一战线 对内变成了 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他的 毛泽东选记 第三卷里面 说得十分的清楚 他说 所谓的抗认民族统一战线 其实 是我们来领导他们 我们必须要增多 这个战线的领导权 因为无产阶级不需领导 那就有自产阶级的领导 那是行不通的 这是第一 毛泽东的第二个论点 在抗认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当中 我党必须要坚定的认识到 我们只能服从无产阶级的指挥 而不能服从资产阶级的指挥 第三 毛泽东说得更怒骨了 什么统一战线 抗认民族统一战线 因为民族问题 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 那么 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 就有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是由我们掌控的 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叫他大 他就大 叫他小就叫他小 我们让统一战线变成阶级斗争 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 我们认为统一战线战线 不可以做阶级斗争 那么我们就不说他的阶级斗争 最后毛泽东还说 说白了 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 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顽固败 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 大家请看毛泽东选集第三件 这就是毛泽东告诉给大家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他的骨子里是革命统一战线 所以我称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阳谋 革命统一战线是阴谋 什么革命 共产革命 搁谁的命 搁那个正在反击日本 亲密保卫我民族和国家的 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的命 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的靠任 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